大家好 錄影的日期是12月7日 昨天在西貢發生了一個嚴重的車禍 有一名外籍男子他當時在踩單車 他被一名消防車撞倒 然後連人帶單車捲入車底 最後是雙重不治 這名駕車的消防員 原來他很熱衷政治 我稍後會和大家披露一下他的政治取態 到底他會是黃絲還是反暴力的人呢? 另外,許智峰已經正式宣佈流亡 早前說他的戶口被凍結 連家人的戶口也是 後來又說家人的戶口解封了 而他的戶口有部份凍結 今天又有最新消息 我等一會和大家說 在開始之前 都做過幾樣動作 一定要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在訂閱旁邊有個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 你就不會錯過我以後每一條片 還有,要留言告訴我 你對這條片有什麼看法 還有,最重要是廣傳我的影片出去 令更多人聽到正常人的聲音 人人做文宣,你我都有責 我們現在看看昨天的交通意外片段吧 我們看到片段,當時的消防車載完單車之後 他載在一個私家車上 而這個私家車的司機也是受傷的 而這個踩單車的男子 他送到醫院搶救之後 最終都是不治的 這名踩單車的男子 他是哥倫比亞籍的 亦持有美國護照 他今年60歲 他本來是在內地教英文的 但是由於疫情的關係 他就滯留在香港 是不能回到內地的 他在這段滯留的期間 就住在西貢的社區中心 由於現在疫情的關係 很多時候補習社都沒有開門 亦都是這樣 他一直都找不到工作 他在這段期間 就認識了一個麵包店的東主 就跟這個麵包店的東主熟落了 他還教這個麵包店的東主的兒子 踩單車 所以他們的關係是不錯的 而很多時候這個麵包店的東主 都會接濟他的生活 本來這名男子 就在幾天前買了機票 準備就在下個月去夏威夷 怎知道就發生了今次的意外 聽完這個踩單車的外籍男子的小小背景 我們現在就說一下 駕駛這個消防車司機 他又是什麼背景 這就是駕駛的消防隊伍 大家可以看看是否像同一個人 這個人的Facebook帳號叫明耀 是姓堯的 而新聞報導說這個消防車司機也是姓堯的 相信也很問合 有消息人士說他叫大明 是守順利A隊的 還說他去年的時候 是有份在警察底的 全家是住油美縣宿舍的 而且整家人都是仇中派來的 去年在油塘有幾次的示威衝突 他是全家總動員出來 獄警和起控的 而他曾經在一個叫做 Kim Yim 的人的Facebook 留言 而Kim Yim 當時貼了一個 起警察底的帖子 他還在一個帖子上說 打過給這個警察 為何不聽他的電話 其實他的意思是 他是想騷擾這個警察 而這個名字 就在這個帖子上留言 就說打不到就再打 他還說這個人開槍這麼凶狠 不知道以為殺他父母 憑這幾句看得出 他都像是黃絲 大家聽到這裡 他是什麼政治取態 都富之欲出 其實他是什麼政治取態 不是我今天想說的重點 我今天想說的重點是 有些麻木愁中的黃人 他們的思維邏輯 到底是荒謬到哪一個點 我們看看他們的留言 在連登就有人說 覺不覺這個消防車 撞電單車友 這件事很可疑 有一個人又說 正常消防員哪有這麼胖 像是演員扮的 下面就說是刺狗扮的 他們形容狗就是警察 然後又說 假到這麼胖 怎麼入火牆 還說很像黑警 其實看到的留言是很好笑的 明明在現場 駕駛著消防車的人 居然不是消防員 那是什麼呢 他們可以幻想到 這樣都可以說是其他人辦的 難怪當時 他們在暴動現場 打爛了一些東西 都可以說是警察做的 這一個 是正正可以測試到 他們的想像力和想法是多荒謬的 所以其實仇宗派 他們的想法是很畸形的 只要你跟他們同一個理念的話 就算你做錯了事 他們都會想藉口 去幫你解釋 如果好像今次的事件 真的解釋不了 他們就可以幻想 說這個是警察辦的 憑這些東西就可以看到 他們的盲撐 是真的多麼重要 所以為什麼當時暴動的時候 明明自己打爛了一些東西 都說是警察打爛的 明明831沒有死人 都說有死人 憑這個事件就看得到 很多東西 原來是他們自己虛構出來的 以及是他們用來推卸責任的藉口 而且還可以荒謬到這個程度 所以為什麼我經常說 仇恨會令人智商降低 是真的有即可尋的 這些仇宗派除了他們會找藉口美化行為之外 還會明明發生了假裝假的之外 他們還很厲害盲撐 就好像許智峰事件一樣 許智峰就說他的戶口被凍結了 今天國安處的高級警司李桂華就說 警方是不會凍結逃犯的戶口 為什麼會凍結他的戶口 警方是懷疑他的戶口是洗黑錢的 或者相信那些錢 是犯罪時候的得益 上年許智峰就有眾籌過的 所以那些錢 有可能是他眾籌得回來的錢 許智峰就在剛才6點多的時候 就在facebook 出了一個post 他就說眾籌已經一年了 為什麼警方會突然在他流亡後才凍結他的戶口 很明顯是因為他逃亡 所以才凍結他的戶口 他說時間很吻合 當然是吻合 因為當你沒有逃走的時候 警方想調查都還可以找你 但你現在人都不在 那這筆錢是有懷疑的話 而又找不到你回來問話和調查的話 那肯定就是凍結你的錢 所以跟你的逃走是有關的 但是並不是因為你逃走 而去凍結你的錢 而是因為你的錢 是懷疑非法所得回來的 而為什麼會選擇這個時間凍結呢 就是因為你逃離了外國 那許智峰就說 他籌得來的錢是全部交給律師樓 他自己沒有用過的錢的 不過大家都知道 許智峰的人已經是誠信破產的了 之前有說了說自己不會走的 結果還連他的豬隊友 骨精偉 即是胡志偉 都說相信他的人格 覺得他不會走的 所以看得出許智峰的人 是毫無誠信的 而且看得出他的人 是很耐弱 不負責任 以及很細膽的 許智峰雖然是乾犯了九條罪 但是其實加下來 最高的刑罰 都只是三年而已 而且如果再加上皇冠 有可能到時他只是坐很短時間 就會出來 但是他都選擇去逃避 就知道這個人是多麼不負責任 和多麼細膽 而且他這次的決定還是很蠢 因為其實他還有一份議員的工作 他現在這樣走去 不單是他自己一輩子都背負著逃犯這個罪名 還連他家人父母都抬不起頭 但是他就為了自己不想受這個牢獄之苦 令他的家人永遠背負了逃犯家屬的罪名 所以由此可見他這個人是挺自私的 而許智峰就說他自己很愛香港 所以他就不會去申請政治庇護 基於許智峰是一個這樣的性格的人 我就不太相信他是沒有用過 送籌回來的那些錢的 當然啦 那些仇中派就肯定是會相信他的 其實他說大話已經不止一次了 首先說自己會回來結果不回來 還有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許智峰曾經說過他不會移民 亦不會申請政治庇護 他說因為他很愛香港 好了 大家可以看看 遲些他會不會真的申請政治庇護 我覺得他申請政治庇護的機會很高 因為他現在流亡 他也要生活的 就算我當他用旅遊簽證去那個地方 他又不可以工作 還有不止他一個人 他還要和他的家人一起 他的家人也要生活的 那如果他不尋求政治庇護 他以後又如何在其他地方落地生根 和養妻活兒呢 許智峰說兩件事他不會做的 第一 就是說不會尋求政治庇護 第二 他說他不會眾籌為他家人的生活 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看看遲些他會不會真的做齊這兩件事 而我相信他會做這兩件事的機會是極高的 還有一則新聞想和大家分享 那麼早前中大的畢業典禮呢 本來是用網上舉行的 但是呢 就有百多名的中大學生就發起遊行 那麼他們遊行的時候呢 就有揮動港獨的旗號 有叫港獨的口號 還有他這個遊行呢 是沒有得到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的 所以其實這個遊行呢 是非法集結來的 而且他們在當時呢 還是有些港獨的標語 和講港獨的口號 所以呢 他們除了是因為非法集結之外呢 還有是違反了港區國安法的 那麼今天被捕的人呢 就有八個 年齡是16至34歲的 那麼分別有學生啦 社工啦 還有兩名的區議員 包括啦 是官堂的區議員陳奕迅 不是唱歌的陳奕迅啦 是官堂的區議員陳奕迅 那麼還有西貢的區議員 還有研究助理楊子俊 還有三個學生啦 還有有社工的 那麼國家安全高級警司李桂華就說 被捕有三名學生呢 但是他們不是中大的學生來的 而他們呢 是被控煽動分裂國家罪的 那麼警方就說 在閉路電視看得到 這三名學生是有揮動過港獨旗的 他說除了當時是有 煽動分裂國家罪 非法集結之外 還有一連串的刑事毀壞 例如 他說校園裡面 是有30個地方是租人桃鴉的 那麼警方還透露 他說他拘捕這8個人的時候 都有入屋搜查 而其中一個 在他的家裡 還找到武器 那麼至於是什麼武器 就暫時沒有透露 那麼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記得留言告訴我 你對這條片有什麼看法 還有 最重要是要廣傳我的影片出去 令更多正常人聽到我們的聲音 人人做文宣 你我都有責 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